据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 美方推出的通胀削减法案和芯片与科学法案 在美欧之间制造巨大分歧 将导致西方分裂或阻碍跨大西洋投资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 美方说欧洲是重要盟友 实则把欧洲当成挡灾救火的接盘侠 赵立坚表示 美方推出的所谓法案 毫不顾及对其他国家的影响 这是美国优先霸道思维的又一例证 近期多位欧洲国家领导人和官员 对通胀削减法案做出表态 他们表示美国不应拿这个来对抗朋友 这等同于从欧洲搜刮投资 事实上美国口口声声说 欧洲是重要盟友 实则把欧洲当成挡灾救火的接盘侠 这样的例子不在少数 赵立坚指出美国在乌克兰危机中大发横财 而欧洲却在危机中为通货膨胀和高价能源买单 直到现在欧洲还在替美国收拾叙利亚 阿富汗 伊拉克等问题的烂摊子 难怪有欧洲媒体评论说 今天的欧洲人必须扪心自问 为什么我们的和平与繁荣 要取决于美国的利益 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欧洲乃至整个世界 认真思考和对待的问题 对待的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